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我们的Return一句 Return一句 在讲Return之前的话 咱先来看一下他给咱的答案 他这个答案的话 是不是你看他主要是为了用谁 是不是用Continue对吧 为什么用Continue 大家来分析一下 你看前面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 你看这是我们说是C 去竖我们的A 然后如果A小于等于0 它是不是正好是一个干什么 和咱的条件是不是一个取反的过程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竖的小于等于A的话 你干什么 是不是Continue 也就是Return一句的话 我后边这两不执行 是不是不执行 对吧 他这个写法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这一点 其实就这块不一样 这块不一样 你按他这个来写也可以 这个代码我今天也会发给大家的 你按咱自己的 咱自己来写也可以 也可以的 然后你看 在这我需要跟大家再去说一点 就是你看 他是不是把这个核给生命成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Float 他为什么生Float 他是不是害怕 就是你输入的时候 是不是输出小数 对吧 一旦输出小数的话 你再去做 你用int去做除法 或者做一些其他运算的时候 是不是会牵扯了一个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对吧 所以在这的话 他索性是不是给了一个Float 原来这些的话 你即使出现小数 我是不是也不害怕 对吧 我这Float 我们说 他的精度 我们 他的一个优先级 我们说要比int高很多的 这是给大家去说的一个细节问题 一个细节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们的return 对吧 这个return一句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难点 他的一个作用的话 第一就是你看返回函数被调用的位置 我们说是可以带有返回值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先别急 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咱这个 你看咱这个 咱这个闷方法的话 我们说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印他类型的 然后的话 我们说 这个主方法 既然是印他类型的话 最后的话 我们说必须要去给他返回一个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印他类型的 假如我这是其他 我们说只有 我们说在这一块的话 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我们说 给删了 也就是说 我们说是无返回值类型的话 大家记住就一个关键词 是谁 是不是Void 当时跟大家说过 也就是说 如果你写上Void 然后后边 比如说去写上一个方法的 名字 比如说这个方法就叫一个 Test测试的方法 这个的话 咱到类型的一块的话 会给大家去说 怎么去自己去写方法 怎么去写方法 也就是说 我如果当前这个方法 你看 这个Test是我的方法名字 对吧 也就是说 我这个方法前面是Void的话 我这个里边 我们说 大括扩切 我里边是可以不用去写 我们的Return的 但是你如果前面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写了一个方法是Test 对吧 Test的话 我这里 我这前面是不是也是一个 应他类型的 你在这的话 我们说你一定要去写上一个 Return 给他返回一个什么类型 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的方法前面有数据类型的话 一定要记上 我们说Return 一个他所需的一个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这是我们所说Return的一个作用 Return的一个作用 一定要记清楚 这就是PT上这句话 说是返回函数被调用的位置 可以带有我们的返回值 其实就是说 原来这的话 你函数要什么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 这是Return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 它的格式就是Return 后边直接写上我们的表达式 直接写上表达式 然后分号 一定要记清楚 它是有分号的 分号给分隔开 其实在这的话 还有一点就是Return的话 它也是代表有一个 无条件推出的 无条件推出 也就是说 我一旦Return后面 我写上其他的输出语句 你会发现 它后边所有的语句都不会执行的 都不会执行的 这个在旁边也去备注一下 写完再备注 写完的话 我再给大家去重复一下 Return 这个是我们所说是 它后面让我来总监想 让我想咋说呢 Return 其实也就是先这样一句话 就是无条件推出 也就是说 后面不管有多少语句 都不执行 Return Return后面 不管有多少条语句 都不执行 Return 无条件推出 不管后面有多少条语句 都不执行 都不执行 Return Return我们的表达是 后面不管有多少个语句 都不执行 然后你看 咱来写一下吧 你比如说 我这是不是有个Return 对吧 我在后边 我多去添加几个CALT语句 对吧 CALT 然后的话 我去输出 我们说这个 给它一个AA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叫什么 EN 第二 对吧 EN第二 然后的话 我多复制几条 Ctrl C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 Ctrl V Ctrl V Ctrl V 我这个Return 后边 你看有几个输出语句 是不是四个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 Ctrl S 我来保存一下 咱来去走一个 走 来走 走 是不是还先把数字给输 那随便来输吧 9 然后 7 对吧 然后大家来看 你会发现 我这个四个A 四句话 有没有输出出来 是不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是不是遇到了Return 对吧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所说的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个细节 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 在这的话 我们说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使用我们的循环语句 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 在循环体内 我们说是 除了去修改我们控制次数外 你看不要把我们的循环变量去修改成其他无关的 直接就防止我们所说你这个循环失去控制 最后变成一个死循环 死循环 也就是说你一旦定义好的 就不要再去轻易的去改变它的一个值 不要去改变一个值 然后的话 你看 在多重循环当中 如果有可能的话 应当将最长的循环放在内层 最短的循环放在外层 减少我们说CPU 我们说跨切循环层的一个次数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之前讲E-Files 包括讲我们的Switch 包括讲我们的 讲我们那个叫什么 Wile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这些当中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有些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可以去 循环是不是可以去嵌套的 对吧 你看在这的话 我们说 这个双重循环的话 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 Full循环里边去嵌套一个 Full循环 这个的话 大家去想想 咱写脚本的时候 让大家去写过哪个例子 输出什么 没印象了 还记得星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五行 比如说我让大家去输一个 五行五列 或者四行四列的一个星的图案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用的是 双重Full循环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说在双重Full循环这块 我们说内层循环控制的 我们所说 你看这个Full循环的话 你会发现外层的 外层这个Full循环 你看它控制的数量 是不是挺大的 是不是到100 对吧 也就我们说 是不是控制的是 0到100 对吧 然后我们看内层的 我们看第二个Full循环 也就在第一个Full循环 嵌套的 一个叫外层Full循环 一个叫我们的内层Full循环 然后的话 你看内层Full循环的话 大家来看你看是不是就到谁 是不是0到5 你会发现是不是外层循环的话 是不是次数多 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话 也会就是说 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虽然说我结果是能执行出来 但是我们所说 它有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低效率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个程序会执行很长时间的 很长时间的 然后的话 我们说高效率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两个Full循环的话 如果出现两个Full循环的话 大家去注意 我们说 也就是你看 最好我们说是不是霸长的 是不是你看 便利也就是我们需要循环长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放在我们的内层来写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说外层的话 是不是就写我们最少的一个Full循环 对吧 最少的一个Full循环 这是我们所说一个低效率和高效率的问题 多重循环当中 长循环放内层 然后的话我们说短循环放我们的外层 这个内外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嵌套过程 我们说最外 也就是说我们说最外层的一个Full循环 叫做叫什么 不能说最外层 也就是说嵌套在里边的 对吧 嵌套在里边的Full循环 叫做内层 对吧 内层Full循环 然后我们说最外层的就叫一个 外层Full循环 在这的话我们来讲一下 既然当时没说的话 在这儿去给大家去说一下 我们说双重我们的Full循环 双重Full循环 我去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Project的 我们说是 Nex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这个是Tes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Full 然后再来一个Full 然后我们说Next 就给大家 咱就写一个例子 其实大家就能够明白了 咱Build 这个叫什么来着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是吧 诶 就是这样 我先关了 你就不 我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 那我就不用去Build 它就行了 咱来看一下 我们说是 双重 双重Full循环的一个写法 双重Full 然后循环 这个双重Full循环的话 它的一个格式就是 我们说先写上我们的Full 对吧 然后分号分号隔开 这是不是一个Full语句 对吧 然后呢 我在Full语句里边的话 我要去嵌套我的第二个 对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我们的Full语句 嵌套我们的第二个Full语句 这时候大家来看 这就是我们说双重的一个Full循环 这个双重Full循环的话 大家去注意 其实在这块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明显特征 就是说 外层的一个Full循环 第一个特征 我给大家去写出来 双重Full循环第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所说的 外层 外层循环 循环直行一次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内层循环直行一遍 我怎么给大家说过呀 没有 真的没有 那行吧 咱就统一来说一下 也就是说 第一个特点的话 我们说双重Full循环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 外层循环 我们说是直行一次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内层循环直行一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来写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写了一个印头 我们说一个I 对吧 我让它从一开始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I小于等于 给它一个小点的 给它一个三 小一点三 然后的话我们说干什么 是不是I I是不是进行 加加运算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 Full循环 你看这书的话 我再去写一个印头 我们的G 对吧 因为它G的话 我让它从一开始 然后的话我们说G 然后是小于等于5 我这时候给它一个5 小等于5 然后的话我们说 这个时候我们说是G 然后进行一个加加运算 加运算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的话 我去输一个Cout Cout的话我们说是 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我输入一个标准符 我们说是星 对吧 我就输一个星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我这不写就输一个星 然后的话大家再来看 我在这的话再去写一个 我们说Cout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我在这就写一个印尖 大家来看 我在你看 我在内存Full循环里边 去输出的时候 有没有换行 是不是没有换行 我换行写在哪了 是不是写在我们的 这个内存循环的外方 因为G的话 是不是也就是说 我内存循环 是不是循环完之后 我是不是才让他去换行 对吧 这块跟着思路走 我再来重复一下 Cout你看 我在内存循环 内存Full循环之内 大家来看 我是不是输出了一个星号 对吧 输出星号的时候 大家来看 我有没有让他换行 是不是没有 我什么时候让他换行 是不是跳出我们 这个Full循环之后 我是不是让他去做一个 换行处理 对吧 这个要去注意了 Full循环 内存Full循环结束之后 我再让他去换行 这个说的话 大家来看 咱们来走一下这个程序 Couture S 我这是不是还没关 对吧 然后走 又停了 Couture S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是三行五列呢 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们说是外层循环 我们说是不是执行一次 内层循环是不是执行一遍 我们来看 先走我们的外层循环 I是不是等于我们的1 对吧 I等于1的话 我们说I小1等于3 成立不成立 是不是成立 成立的话 我是不是要走我的这个循环体 是不是走我这一块内容了 对吧 走我这一块内容的话 大家来看 走这一块内容 第一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又要走一个放循环 对吧 放循环的话 这个时候 我在旁边去写一下 I等于1的时候 I等于1的时候 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的话 走的是我们的 走的是我们的 放循环 内层的一个内层 我写一个 内层 内层的放循环 内层放循环 大家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说 是不是判断我们的接的一个情况 对吧 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等于几 是不是我们的1 对吧 等于1之后 我们说是1小A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是不是成立 成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输出一个什么 是不是输出一个心 对吧 输出一个心之后的话 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话 要干什么 G要进行什么一个操作 跟着思路走 别走实了 我们说是不是G 进行一个加加的操作 我们说G这个时候 是变成几了 是不是变成2了 对吧 变成2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2小A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成立的话 我们说又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是不是输出一个心 对吧 输出心之后的话 我们说G是不是要进行加加 G这时候加加变成几了 是不是3了 对吧 变成3之后的话 3小A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成立干什么 是不是输出又输出一个心 对吧 又输出我们的一个心 输出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G又要干什么 是不是加加 我们说3加加变成几 是不是变成4了 对吧 4小A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成立干什么 是不是继续输出我们的心 对吧 输出完心之后要干什么 是不是还是进行加加运算 我们说4加加变成几 是不是5 5小A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成立干什么 是不是继续去输一个心 对吧 输出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说G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再加加 这时候G变成几 6 6小A等于5 成立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的话 我这个是不是 负循环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结束完之后 下一步要干什么 是不是换行了 也就是说我第一行 是不是干什么 做了一个什么操作 是不是输出了5个心 对吧 输出我心之后的话 我这个时候的话 我要去换行了 我要去换行了 换行之后了 大家来看 换行完之后 你看我是不是整个循环体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要干什么 谁要进行加加了 是不是I进行加加 这个时候我们说I是几了 是不是就是我们I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2 对吧 I等于2之后 大家来看 2小于等于3 成立不成立 成立 成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又要走 我们这个循环体了 对吧 这个循环体当中 我们说是不是又包含 我们的负循环 和一个我们的 换行的一个输出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I等于2的话 我们说又要走 我们的一个内层了 我们说走我们这个内层 内层我们的负循环 要走我们的内层负循环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我们说G又从几开始了 是不是G 我们说是不是又从 我们的1开始了 对吧 1开始的话 大家来看 1小1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对吧 成立的话干什么 是不是输出一个心 对吧 我们说输出一个心 G成立的话 是输出心之后 G要干什么 是不是加加 我们说G这个时候 变成几了 2对吧 2小1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的话 要继续干什么 是不是输出一个心 对吧 输出心之后 我们说G是不是 要进行一个加加运算了 我们说加加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 我们说G这是几了 是不是变成3了 3小1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对吧 成立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输出一个心 对吧 C要他去输出一个心 心完之后的话 我们说G是不是要进行加加了 对吧 G加之后的话 G变成几了 是不是变成4 4小1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对吧 成立的话要干什么 是不是继续去输出我们的心了 对吧 输出心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 这数是不是G要进行加加了 G加加变成几 是不是5了 5小1等于5 成立不成立 成立 成立的话 我们说C要他干什么呀 是不是又输出我们的心了 对吧 心完心之后 G加加 G这会儿已经变成几了 6小1等于5 成立不成立 不成立不成立 我是不是这个内层方循环 是不是已经跳出了 跳出的话 我们说最后的话 我们说C要他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进行我们的换行了 你看这一层的输出 大家来看 我们说是I的一个结果是谁呀 是不是2对吧 2的话我们说是不是 你看是不是内层循环是不是又变立了一次呀 对吧 这变了一层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这数整个我们的循环体跳出 我们说I这数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加加加是变成几啊 是不是I变成三了 对吧 I变成三 3小于等于3 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 成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走我们这个循环体了 对吧 循环体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又要走我们这个内层 放循环和我们这个换行处理啊 咱带大家来写完啊 第一次带大家来写完 然后的话啊 又要走我们的内层了啊 走我们的内层 内层的话 你会发现这数G的话又是从几开始呀 是不是从一开始了 对吧 一小于等于5成立不成立 成立 成立的话我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输出一个星 对吧 别走神了啊 输出一个星 输出一个星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G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G加加 G加加加的话 我们说变成几了呀 二小于等于5成立不成立 成立对吧 成立的话 我们说是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Cout输出我们的星了 对吧 输出我们星之后 大家来看啊 这就是我们说G是不是要进行加加了 这G加变成几了呀 是不是三 三小于等于5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成立干什么呀 是不是继续去做一个输出一个星啊 对吧 输出星之后 我们说是不是G是不是要进行加加了 G加之后G变成几了呀 是不是变成四 四小于等于5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对吧 成立之后的话 我们说又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输出一个星啊 对吧 输出一个星 然后的话我们说G进行加加 四加一段变几了呀 五 五小于等于5成立不成立啊 成立吧 成立的话又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再输出一个星啊 对吧 Cout我们说啊 再一个星 现在之后我们说G是不是还要进行加加啊 我们说是变成几了呀 是不是六 六小于等于5成立不成立啊 不成立我这个放循环跳出没啊 跳出了 跳出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换行了 换行了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 I等于3的一种情况 是不是也全部已经变立出来了 然后I进行加一 I加加这 是变成几了呀 四 四小于等于3还成立不成立啊 不成立不成立 我们说是不是整个放循环干什么呀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大家来看 是不是 外层循环执行一次 你看内层循环干什么呀 是不是执行一边啊 对吧 你看外层循环每执行一次啊 内层循环我就执行一边 包括下边这个也是 外层循环执行一次 内层循环执行一边啊 所以说这是我们所说双重贸循环啊 双重贸循环我们说啊 第一个我们所说啊 它的一个特点啊 然后还有第二个特点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说啊 你看输出的这个是几行几列的呀 三行五列对吧 三行五列的话 大家来看谁控制的是行 谁控制的是列 外层循环控制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行数 然后内层循环呢 是不是控制的是列数啊 对吧 双重贸循环的第二个特点啊 外层 外层循环控制的是控制行数 对吧 内层循环啊 内层循环控制的啊 控制的是列数啊 控制的是我们的列列列列数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双重贸循环的一个啊 一个写法 包括它的一个啊 每一层我们说 内层和外层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这个啊 要去注意了啊 要去注意了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最后和大家去说的啊 我把这个给Counter X啊 剪切走 剪切走的话 我们说是放在这里边啊 Counter V 我试一下排版啊 我试一下排版啊 看他们给我排好 它这里边不能排 不能排的话 我自己也剪过来啊 所以说大家去注意的时候啊 一定要写双重贸循环啊 双重贸循环我们说 每一个外层和内层 它所的它所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啊 作用是什么 千万不能弄混小了啊 弄混小了啊 所以说你看 在这个是我们所说 是不是 为什么 是不是让我们的外层循环 不宜过长啊 对吧 大家来看这个 我们说是不是 要求的是长循环 我们说是不是 必须在我们的 对 我们说是放在我们的最内层 因为你想想 我们说是不是 你外层执行一次 你是不是 你内循环都要执行什么啊 是不是执行一边啊 对吧 所以在这的啊 在这我们说 双重贸循环 需要大家去 注意的一个问题啊 注意的一个问题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其实到这的话 我们说啊 整个我们的第二章的知识 就已经结束了啊 已经结束了 然后的话啊 咱快速总结一下 行吧 总结完成之后的话 这个啊 把这个双重贸循环的 这个例子啊 你就输一个三行五列的 不要输入过多啊 刚开始写双重贸循环 不要去写太多啊 不要写太多啊 然后大家看着自己的 你们那儿砍了吗 砍了吗 没有就行啊 我还砍了呢 我这儿这边有点砍了 我们说啊 在这的话 大家去看着自己的笔记 行吗 咱来快速的去串一下啊 我们首先的话 我们说一定要去注意啊 算法对吧 第一个我们说是 算法的一个概念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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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